这是日本2007年上映的一部二战电影 更是一部为军国主义招魂的电影 今天就让我们看看 日本右翼是怎么通过这部电影来进行洗脑的 1944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 包括日本在内的轴心国 在世界各地已成强弩之末 盟军即将在菲律宾登陆 以此作为跳板进攻冲升岛 因此海军中将大西龙之狼宣布组建神风特攻队 向美国军舰发起疯狂的自杀式袭击 大西龙之狼认为 要想战胜强大的美军舰队 常规的进攻手段已经无法奏效了 必须采用更为激进的进攻方式 组织临时战斗机赶死攻击部队 如果真的不幸战败 历史上也会记下这次壮举 所以他命令年轻的士兵 献出自己的生命 为了完成这一既定政策 官尚未被第一个告知 起初 官尚未知道 携带250公斤炸药冲撞航母 必定有来无回 这次攻击 他必须作为典范 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如果失败 其他士兵就不会再愿意听从这一命令 在他上级的命令和思想的灌输下 官尚未带领第一支特攻队 开始向美军的航空母舰实施撞击 1945年春天 美军在菲律宾登陆 同时轰炸了日本东京 菲律宾作为跳板 盟军对冲省岛 实施登陆作战 日本九州列岛南部的小城之岚 成为了培养自杀时袭击人员的重要基地 之岚女子学校的学生被安排到基地帮忙 板东盛次带着队长的骨灰请求出战 但这里暂时没有可用的飞机 少校让他去万事基地 那里有他需要的飞机 维修飞机的重任落在了地面后勤部队手上 只要飞机能飞 就立即起飞 因为这一去必定击毁人亡 之岚女子学校的学生负责飞行员的生活起居 板东少尉在出征前 并未对她的父亲提起进入特工队的事 于是她让饭店的岛兵夫人代笔 为父亲写了一封书信 神风特工队的飞行员时 长官顾岛兵夫人的饭店没有鸡蛋 岛兵夫人就让女儿美奈子用东西去换 之岚机场的特工队终于迎来了任务 神风特工队的飞行员并不是每个人都不怕死 当有些人听到要出任务时 心理防线一下被攻破 队员们登上飞机之前 都会被指令写下一份诸如 为了伟大的事业而奋不顾身 拼此效忠天皇之类的遗书 第二天 日军飞行员登机之前 为士兵盗上了剑行酒 在众人的欢送下 特工队踏上了死亡道路 飞机编队还没有到达冲绳岛上空 就遇到了暴风雨 寻找美军舰队的任务 已经不可能 在队长的命令下 特工队只能返航 结果却遭到了长官的训斥 少校无奈 只能让他们在第二天天气好的时候 再次起飞 基地新拦了一批飞行员 他们彼此间还有认识的人 为了缓解紧张的气氛 于是他们去了饭店 一醉方休 结果他们一直喝到九点 要知道 到了晚上九点 就是消极时间 宪兵队推门而入 驱赶这些飞行员 第二天 一架驾战机 在盟军的炮火下坠入海中 同时制览基地也遭到了盟军的轰炸 轰炸结束后 日军机场一片狼藉 飞行员田端少尉 由于窃战 他在飞机上坐了手脚 谎称是发动机动力不足 这才返航回来 但他的这一伎俩 被队友和上级耻笑 田端少尉放言 日本会战败 以便的中西少尉文言大怒 拔拳通欧田端 斥责他是胆小鬼 飞机修好之后 田端少尉还是躲不过去 执行自杀的任 结果他选择了在基地上空自杀 田端少尉的书信和遗物 交由岛兵夫人寄出 结果却被宪兵发现 并将他带到宪兵队进行殴打 坂东少尉得知后 冲进宪兵队与他们撕打起来 最终在所有飞行员的逼迫下 宪兵队长只能放了坂东少尉 坂东少尉的父亲 带着家人来到基地看他 他们跳着舞 做了最后的告别 中西正野少尉为了感谢百姓 为他们做了太阳旗 因此来到他们家中表示感谢 这里的主人感到非常荣幸 中西正野少尉带领三个飞行队 去执行自杀式任务 临行前 少尉依然为他们倒满酒渐行 引擎启动 所有人驾驶飞机与美军决战 当日军飞机被发现后 美军立即拉响警报 由于日军飞机老旧 飞机上挂载的只有炸弹和炸药 在美军飞机和防空的拦截下 日军飞机被当成活靶子 一架又一架飞机坠毁在海水里 战斗中 日军战机不断被美军炮火击中 飞行员们仍然毫不畏惧 继续向前冲锋 一些战机成功地撞上了敌舰 引发了巨大的爆炸 给美军舰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最终 日军特攻队几乎全军覆没 只有少数飞行员幸存下来 1945年8月 美军先后对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 直接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在日本投降了当晚 一手缔造神风特攻队的战争狂人 大西龙智狼在绝望中抛覆自杀 神风特攻队这个战争史上的怪胎 也就此灰飞烟灭 中西少尉与板东少尉在自杀式袭击中幸存下来 中西回到了家乡 而板东少尉被美军救下后断了一条腿 一直在一个岛上休养 这是一部彻头彻尾 威威军国主义招魂的电影 强烈地透露出军国主义的气息 3500名神风特攻队 大多都是有着强烈军国主义意识的青年 他们极端狂热偏激 誓死效忠天皇 为了完成攻击美军舰船的任务 他们甘愿一命相搏 狂叫着一击一箭 一意搏迁的口号 抱着必死的决心 驾驶着战机 冲向美军舰船 最终成为了战争的牺牲品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全部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